你明天如何安排,原本星期三 是星期三,是嗎? 其實是這樣的 鬼怪的節目本來是星期三 三、四、五的,在我剛剛之前邀請他重新回到身上廣播 因為他重新回來,節目都改了新名 叫做《得閒Hi-T》 但因為這個不開心的事發生 鬼怪也很大人 但無論如何,我們也和他的家人一直有聯繫 在我們完全尊重鬼怪的家人的意願之下 我們才會作出任何的單牌 而本身鬼怪在身上廣播這麼多年 我們怎麼都會希望為他做一個紀念的特輯 所以星期三,下午四點 現在同時,今早就一起開會 我們就會一個紀念他的節目 就是一個充滿心意 也都會秉承鬼怪的性格 他一直都很喜歡帶給別人的開心 所以我們整個節目也都得到他家人的同意 我們都會用一個比較溫暖 比較繼續能夠維持著他特有的性格 帶給別人歡樂的那種氣氛 去處理這一個節目 是一個心意 我知道很多聽眾都很想能夠在不同的渠道 可以去紀念這個特輯 所以在他的節目時間裡去紀念他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 當然那個前設是我們全部的內容 我們的定位 全部都是一定要先得到家人的同意 等於當日我們申請廣播的社交媒體 去發佈這個消息 當時我們只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協助 但是也得到他家人的同意 認為我們幫他去發這個公告 是適合的我們才會做的 所以今早我在今早的大會 也都跟全公司的同事說了 就是說我們的身份是只要能夠協助 只要能夠支持我們一定盡力做 但是前設的是不可以干預 也都不可以反而為他的家人添乏添乳 這個是我相信的 我們整個公司同事全部都很清楚 這個就是暫時到這一刻 能夠為鬼怪做到的事情 只要在未來只要他家人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們為他出分力 或者是需要一些 無論是人力物力上的支援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完全會樂意 包括在新上廣播或者是我自己本身 我都非常願意 所以我們要先說 那個節目的安排 因為他本身的節目 之後會怎樣安排那個時段 其實因為這樣 本身現在跟鬼怪一起主持節目的 那個年輕人 其實一直都是鬼怪帶的 其實在這裡都很想 講一句鬼怪有一個很有愛的理念 這件事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 就是他堅持一定要有新人 有年輕人 希望在這個節目 或者他能夠做到的過程 他一邊做一邊大 所以其實現在跟他合作 那兩個都是他大的 我們都會問回那兩位主持人 就是他們如果認為他們希望 或者是有信心 繼續可以用鬼怪教他們的 或者帶他們的方向去繼續做這個節目 我們沒有人歡迎 也都希望繼承他們的信念 我覺得這個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想過會變的 除非他們自己本身覺得 可能始終一個前輩離開 可能他們心情都會受影響 這個我也看回他們自己 但是在我自己作為管理層的理念 這個節目既然是鬼怪開出來的 繼續讓他留在這裡 反正也有那些徒弟仔去繼續做 我覺得是一件美麗的事 徒弟的心情有沒有受影響 就是有沒有特別去安撫阿計師 今天我就未見到他的徒弟仔 但是我們基本上很多新城的DJ 都是他的徒弟 他說當日去到醫院 無論是恩之晴 或是Ethanabelle 他們個個都跟他很熟 基本上整個新城沒有人跟他不熟 但我跟鬼怪叔是在這裡 我反而是以前我們是一個演員的時候熟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他跟這裡的感情太深 和他跟整個演藝界都很深 所以我很多朋友都有WhatsApp 大家覺得很難過 也都很震驚 因為很難 但無論如何 我依然是記得 因為他就算是 我叫他回來 我們在這裡相見的時候 跟他聊得很開心 他玩得很開心 他真的笑得很開心 那我覺得這個是 既然鬼怪他是這樣的性格 他喜歡大家開心 那我們就繼續 希望能夠把他這個力量廣大 但馬先生你最後見他的時候 那個身體狀況 你覺得他的面色 或者是怎樣 有些不一樣的 問心說我覺得挺好的 當時我見到他的面色 他回到新城這裡 開了一次會 那天已經不錯 然後第二次回來送到桂花 其實是很近的事情 那天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他自己都很開心 我看到他在整個媒體裡 都玩舉重 所以都不明白 但我們既然不是醫護人員 也不是醫療專家 我們當然不可以這麼嚇唬 但這個加回他家人去了解 我們都要尊重 亦都不適宜討論太多 鬼怪的健康狀況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在我最後見到他的畫面 全部都是健康 很健康很開心 我聽過節目 我還會WhatsApp他 我說你經常說難的 然後他笑到 趴在那裡又說 不好意思失禮了 不要求人工 我們是這樣溝通 就是剛剛之前的事情 很歡樂的 很歡樂的 所以無論如何 一定不捨 一定覺得很可惜 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一個這麼好的人 但是都是鬼怪的性格 他真的永遠都哄人開心 我覺得這個 我們繼續讓他哄開心 所以我還是會用一個比較正面的情緒 甚至我們這個節目 知道你會否幫他嫁人手 即是扮演那個喪禮 他們暫時沒有向我們提出這個諮詢 如果有需要的 我們絕對樂意 但是我今早開大會 都跟我們GM和人事部的高層都說了 我們在不干預的情況之下 只要契太和YOK 不需要我們幫忙 我們非常樂意 只要他們一出聲 我們能夠做到的 我們都會做 我想我比較感恩的一件事 我跟他有共同信仰 即他是基督徒 即我們有個共同信仰 很突然 即我都下一條 但是正如我在社交媒體說 起碼我這個弟兄 即我們大家叫弟兄 是同一個信仰 我起碼我這個弟兄 在他回天家之前兩星期 我令他笑得很開心 又捉到他回來 這個自己這麼喜歡的大班 我覺得 我起碼沒有這個遺憾 當然他的離開是很不捨 但是在我們的信仰裏面 翌日在天家就會 不過他先走我一步 我遲早都會見到 所以我 我會用另一個角度 用這個信仰的角度去看 就是這個盼望 希望將他的能量 繼續透過他的徒弟 透過我們身成的不同的DJ 他的朋友 我想每個人都會記得他的態度 他對人真的很nice 他真的經常都笑 我相信我們身成的每一個DJ都會做到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